《唐吉柯德的原型有多中那儿?看个未抢见后拳而打破头的葡萄牙骑士的小说人物唐吉柯德,塑造了一个欧洲中世纪骑士形象,他既疯狂可笑,又有英勇无畏。 这部小说于1605年在西班牙出版,其原型很像剧出版时间,一百年前,中世纪末期的葡萄牙骑士们。 葡萄牙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作战异常疯狂,不畏伤亡,有着一套有勇无谋的荣誉法则。 葡萄牙军队的骑士们,最大的荣誉,准则就是军队中帝总司令,贵族应当带头冲锋。 部队总司令冲锋在前,撤退时候,最后一个殿后,在葡萄牙军事历史中家常便饭,哪怕为此延误了战机和制权军于险境也无妨。 也许是全身斑甲给了他们勇气,也许是羡养,让他们忘记疼痛,但这就是葡萄牙骑士最大的荣誉法则。 在印度洋的殖民征服过程中,葡萄牙人多次因为撤退殿后问题人物战机,被封为印度总督的阿尔梅达之子,洛伦所在主。 而遭到印度武装袭击,准备率军从海上撤退,而几名葡萄牙大贵族竟因为争夺水最后撤退的荣誉,导致潮水退潮,葡萄牙船队只能困在潜滩上。 在经历一番磨难之后,舰队终于可以慢慢地退出海滩,这时候,洛伦所又开始争夺最后一个撤退的荣誉,强行要求自己的船断后, 结果这次断后极为不成功,洛伦所的克拉克船,被阿拉伯三角翻船团团围住。 葡萄牙人们不怕死,他们没有投降,继续在和阿拉伯人战斗,自己船进了水珠不知道。 洛伦所在战斗中伤痛不治阵亡后,被自己的葡从将尸体带到底仓,以免被阿拉伯人鞭尸,他的尸体到后来也没有找到。 其他船员们作战很凶猛,七十多名船员几乎全部战死。 不过,葡萄牙的英勇也让阿拉伯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,他们死亡数是葡萄牙人的三倍。 葡萄牙人除了喜欢抢最后撤退的荣誉外,还喜欢抢战利品和第一个冲入敌人。 在修达之战中,身为二王子的亨利世人称为航海家亨利第一个登陆战场,冲向敌人。 这场战役葡萄牙取得了压倒性胜利,阵亡的人几乎都是给王子护驾的骑士。 在印度卡利卡特战争中,也是如此。 当时,葡萄牙兵分两路登陆,最高军务官科迪尼奥的登陆部队,由于水流远近,比另外一支由印度总督阿尔布开克的部队晚了一些,阿尔开克深知葡萄牙骑士精神。 于是,命令部队不要前进,先搜刮以下周围的战利品,结果葡萄牙士兵不小心将科迪尼奥此行最大的目的,一扇精美的木门收入囊中。 这让科迪尼奥非常生气,觉得阿波尔开克抢走了他的荣誉。 他异常的愤怒,将头盔、盾牌、长枪都丢给了葡萄,戴了一顶红色的帽子和一根木棍,打算直奔王宫,且让随行的文书记载,他只戴一顶帽子和木棍,就征服了卡利卡特人。 然而,事实并没有如他所愿,通往王宫的路上非常的狭窄。 在王宫外,卡利卡特首领埋伏了四百人,这个数目是前往王宫帝葡萄牙军队的三倍。 在狭窄的道路上,葡萄牙人的绑甲反而对他们不利,他们的攻击被轻易地躲开,而敌人能够轻易地攻击他们,科迪尼奥脚根本砍断,在他倒下的时候,由于没有带头部护具,被人猛击头部。 最高军务官的光荣冒险,让葡萄牙损失惨重。 卡利卡特战役参战一千八百人的部队中,有三百人阵亡,其中约七十人,是不顾一切往前冲的贵族骑士们。 在卡利卡特的惨败,让葡萄牙高级的指挥官看清了一个问题,葡萄牙人的战术太呆断了,士兵们打起仗来不要命,个人能力出彩。 但是纪律性很差,于是,他们开始着手改变这点,加强纪律训练,演练方阵等。 不过,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。 四个月的果阿之战,葡萄牙狂野士胜利,又出现在了印语。 这场战争中,葡萄牙只有一千六百人低部队,加上印度洋帮忙的四十。 零零人海盗合计五千六百人。 果阿拥有几乎是他们两倍的八千兽军。 葡萄牙军队登陆后,迅速分三路开进到果阿城,一个叫弗拉迪克的士兵,将长矛插入墙缝,跳上了胸墙,挥舞旗帜大呼,葡萄牙胜利。 葡萄牙军进城后,用隐瞒的作战方法,将守军打得抱头鼠窜,一名叫拉塞尔达的骑士,眼睛,下方被一只带到刺的剑射中,他折断了剑杆,脸上还有半只剑的情况下继续杀敌。 一名叫利马的士兵重伤倒地,他的兄弟发现了他,想陪在他旁边度过最后的时光,垂死了他,并没有说什么感人的话,而是责怪他为什么停止战斗,这不符合葡萄牙骑士的精神。 果阿的守军,都是来自奥斯曼和波斯的雇佣兵,看着这群亡命作战的中二骑士们,下得立马逃跑,战斗仅仅花了四小时就结束了。 在太平洋的马六甲,葡萄牙人的中世纪作战模式一样奏效,当地苏丹拥有他们没见过的战相队,一般。 而言,普通人见到了没见过的庞然大物一定会害怕,可是,这点对葡萄牙人没用。 一个葡萄牙士兵大胆地用长枪刺向了战相的眼睛,另一个则刺他的肚子,受伤的大象发了狂一般向后冲,扰乱了战相队其他战相,就这样,马六甲苏丹,引以为豪的战相队,被葡萄牙人打败。 葡萄牙军队唐吉可德式的作战,在不熟悉的敌人面前取得了不错的效果,但战争过度的个人英雄主义,却很容易拖累集体,使整支军队陷入不力。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,主编圆阔,坐着红衣弓箭手,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未经书面授全部的转载,围着将追究法律责任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